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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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的整个民怨太重了 所以农委会出来讲话 农委会副主委陈其中就告诉我们大家 其实农民的平均薪水平均年薪来到了140几到150万之间 你看我们农民的薪水非常的高 所以其实就算我们的农产品价格暴跌 我们的农民依然丝毫无损 可是这句话就有问题了 到底请问是每一户的农家 他们的平均年薪有这么高 还是我们每一个的农民 他的平均年薪有这么高 他也没有告诉我们 而且他也说这个叫做平均的年薪 平均的收入 照他这个逻辑 我的薪水跟郭台铭平均起来 我的收入还破亿 这样子的平均年薪 难道是可以打来做指标的吗 这个会不会有点太呼隆人名的呢 而且如果照他这样的说法的话 其实我们民进党的立委不就讲吗 如果你释放假新闻 可是要关三天的哦 那我们的副主委 现在是不是也应该赶快去被关个三天再出来了呢 再回到我们农民的那个娇农 他们辛苦的 他们的香蕉价格暴跌这件事情 香蕉价格暴跌之后 我们的政府不但束手无策 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还告诉大家 你看那一公斤一块钱的这些香蕉 其实是给猪吃的 人吃的价格没有这么低 你要这些娇农亲何以堪啊 各位要想想哦 这些农民 他们可是民进党的铁票耶 在过去所有的选举当中 这些农民都是支持民进党的 可是当民进党上任之后 受伤最深的是谁 不就是这些农民吗 民进党你们这样子对得起 你们这些非常非常坚定的支持者吗 这这样对他们难道是公平的吗 我对于我们农民的这些惨况 我感到的非常的痛心疾首 我们很多的人民也看不过去了 所以我们就开始发现了 我们有很多的人民出来 有企业出来 还有一些社福团体都会出来 去大量的采购这些盛产的一些农产品 就像馆长 像我们新党的侯汉亭 他们都也花钱买了大量的香蕉回来 想要帮助我们这些农民 帮助我们的交农 但是这不应该是一个常态 真正的常态 应该是要我们政府 在先前就要开始做一个产量的管制 在价格上面 他们要做一个稳定的机制 当价格做出有太大的波动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政府的手就要开始伸进来 来好好的去调控了呢 而不是让我们的农民 他们这样一支炒一张楼 这样慢慢慢慢耕耘出来的 最后的农产品变成了像是垃圾一样 一批一批的拿去扔掉 这个才是我们政府应该做的事情 很可惜 我们因为我们政府的失能 所以导致我们现在全台湾人民 非常非常的痛苦 也因为我们的政府失能 所以变成我们人民要自己出来 当家做主 我们只好用我们人民的力量 帮助这个我们所有的农产品 回到它的市场机制 可是这样的政府 是我们需要的政府吗 一个无为不作为的政府 我们到底还需要它来干嘛呢 我们来看 我们看到没有 那么我们的 那么我们摆住它